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博又选择让X-Secure 环队集体复活 但此时比赛尚未结束 每一位队长还可以选择两位选手 让他们重新回舞台 开展响七大战 在选人环节 钟翰良其实有点为难 看到舞者以后 他就选择了周游和达达 紧接着 他又喊出了AK-DONG的名字 但每个队长只能选择两位选手 周游和达达都很优秀 而AK-DONG又何尝不是呢 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他选择一个人出战 但是遇到了布布所在的大神小组 而布布在实力 在第一期当中就是有过展示的 这次带来的作品也很好 所以他就遗憾出局了 钟翰良非常希望AK-DONG回到舞台 但是他只有两个名额 此时 王一博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可以让钟翰良赛区的AK-DONG复活 王一博表示 AK-DONG的BATTLE能力很强 抢七大战对于他来说也不是难事 所以选择了他 王一博的这个举动非常圈奋 如此善良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化解了钟翰良的危机 也帮他摆破困境 四位队长有着不同的赛区 之后还会组成四支截然不同的战队 但是在节目中 他们非常和谐 虽然处于不同的赛区 也会彼此帮助 腾仔在一穿三拿下两条毛巾的时候 选择了送给钟翰良队长一条毛巾 而张一博看到王一博赛区的阿丽被淘汰时 为了救回queen舞者张一博选择拿出自己赛区的毛巾 如今王一博又为了AK东也让出了自己的一个名额 这些举动就是街舞里面的爱与和平 街舞文化的battle非常具有火药味 就在抢七大战当中 被王一博救回来的AK东再次完成了一川七的壮举 钟翰良看到AK东完成了一川七非常高兴 因为第一季的时候 易阳千玺战队的韩宇完成了一川七最后拿下来的冠军 而第二季的时候叶音在battle方面也战胜过很多舞者 最后拿下了冠军 所以AK东就成为了钟翰良心中的夺冠热门 抢七大战结束 AK东也会成为四位队长心中的红人 之后队长选人环节 AK东必定会是热门选手 而他现在在钟翰良心中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了 所以钟队长也会全力以赴 争取让他加入到自己的战队的 但是这一边的王一博不仅是救回了他 而且王队长还非常的计划黑泡 所以AK东到时候会去往谁的战队 现在其实也是个悬念 王一博选择AK东 一方面是因为钟翰良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AK东本身 在个人展示当中他的作品很好 但是遭遇到了步步 就是他的运气不太好了 但是从他的表演的个人舞中 王一博就看出来了他的battle能力很强 这里不得不佩服王一博的眼光 王一博在海选的时候选出了小鸡 并且在抢回毛巾以后直接选择了CC 于是我们才会看到我的地盘 以及杨文涛和CC两个人带来的喜 如果没有王一博独特的眼光 我们或许都不会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 在抢戏大战中 王一博给了AK东一个翻盘的机会 AK东不负众望完成了逆袭 而节目才刚刚开始 还有很惊喜等着我们去发掘 希望王一博挖掘出来更多的宝藏舞者 为这个舞台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吃花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编解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